各位好 欢迎收看美国知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袁全 在美国 族裔混血年轻人的数量出现上升 而且很多人正在读大学 校园的种族隔阂因而就变得越来越小 以下来看记者格罗珊的报道 有关种族和民族的统计数据 是政府部门用于评估对少数族裔群体歧视的资料 美国主要有四大族裔 白人 黑人 亚裔和美国印第安后裔 这种划分主要是基于肤色 大多数社会学家说 这种分类法不科学已经过时 在目前美国年轻人的人口中 多种族 多族群的人数急剧上升 他们当中很多人正在读大学 而他们的读大学当中 很多人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和慕尼亚都说 骑士仍然存在 甚至在同学之间也存在 不过变得更加微妙 例如他们可能会问 如果我买了7-11 或是车子 或是这些线 利塔说 另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是 有时有人问他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快速增长的美国年轻人人口都认为这很正常 记者格罗珊的报道 水藻在中国和很多亚太地区都有 但是通常用途不是太大 而目前全球能源短缺 寻找可靠替代能源 水藻就成了科学家考虑的原料之一 以下来看记者华尔德的报道 绿色 浓密而滑溜溜的水藻 不再被视为只是水塘中的垃圾 它渴望成为推动美国经济的能源原料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 马里兰大学的肯格斯教授建立了这个水藻农场 原本目的是研究净化农业用水 肯格斯教授说 这项水藻研究技术是一位研究珊瑚礁棗类的科学家发明的 可以进行研究设计 以使用水藻研究进行取消质量 自然的水藻研究 过去没有真正的理由 我们能够用这些水藻研究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市场出现 非常感兴趣 我们能够用这些水藻研究成功 来做一些用适的东西 生产水藻提供燃料来源 这样的技术并不新鲜 总部设在三番市的索来星公司投产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技术 因为它是一种新鲜油生产品的技术 我们整个国家是建立于燃料 所以生产低价格的新鲜油 这意味着你能够进入 所有重要的研究 就是现在的技术 沃福森是索来星公司创始人兼总裁 美国海军也是这间公司的客户之一 我们将进入美食品 我们将进入健康的水素 进入健康的食物 我们将进入健康的水素 进入健康的水素 进入健康的水素 美国每天消耗大约2000万桶石油 问题是美国消费者 甚至是全球的消费者 能否有朝一日依靠枣类作为能源燃料 杰米·海茨特金是阿肯瑟大学化工系教授 他说 化燃料最快可能会在五年内供应市场 记者华尔德的报道 好了 感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 美国专讯 我是袁全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在这边 感谢观看